如果能打的話 你很希望能夠失敗之後 如果條件離不屬的話 這不是原簡 現在想要離開已經來不及了 開始有這個想法 應該是在打完今年的未來之星教練賽子 那個時候覺得自己的表現沒有辦法像這樣 就開始有這個想法 我忍很久然後 看到他進來他就先掉了 然後我就淚光了 畢竟大家都是多年的好朋友 最捨不得就是 應該是說能夠在球場上全力揮棒的感覺 如果未來真的當完教練 沒辦法再像過去一樣 在球場上盡力跟全力揮棒這樣 我覺得這是我應該會最懷念的地方 讓我們一起來歡迎 全台灣棒球明星中的棒球行人 更是我們的漢將英雄 歡迎高國輝 歡迎國輝 好的 先請各位來入座 好的 那麼在今天的記者會這邊 我們要先準備一些問題 待會會有請國輝還有領隊 以及總經理來分別來回答 那後面的流程我們會再開放給 所有間蒞臨的記者媒體朋友們來提問 首先我們想先請國輝 先跟現場的媒體朋友 以及再正在收看Twitch直播的 全民朋友們打個招呼 各位現場的媒體朋友們 還有Twitch前面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我是國輝 話久不見 歡迎國輝 首先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所有的熊民朋友跟我們都一樣 在得知這個消息的時候 相信都是非常的感到驚訝 並且覺得有點惋惜 那我們是不是想先請國輝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關於退休 然後引退這個詞 大概是從什麼時候 在你的腦海中來浮現的 我想 開始有這個想法 應該是在打完今年的 明日未來之星交流賽的時候 那個時候覺得 自己的表現沒有辦法像以前這樣子 然後 就開始有這個想法這樣子 好 那國會在這個月也即將要滿38歲 但是 不會想到我們今年祭書 國會也曾經 單場雙場票的好表現 來幫助球隊拿下勝利 而在七月底的明星賽當中的 全隊打大賽也獲得第三名的好成績 我們都相信國會的實力 絕對是毋庸置疑 但又是什麼樣的原因以及契機 讓你決定要在今年球季結束後 來卸下這個球員的身份 並且想詢問國會 宣布這個贏對自己會不會覺得有些可惜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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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這個決定的我想 恩 自己真的思考了滿長一段時間 然後 恩 恩 恩 在我覺得自己面對像國局這樣打球的時候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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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從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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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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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選手的身份幫助富邦拿總冠軍 對 其實都會 那今天我們其實也有邀請到我們富邦和江湖球隊 林隊林華威林隊以及富邦娛樂總經理Juice來到現場 我們先請兩位來到前方 歡迎兩位 好 首先那我們也請兩位長官來為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想先請問林隊 那想問林隊 關於國徽過去在青少棒時期開始一直到旅美 那也曾經多次穿上我們中華隊的戰袍 參與各項重要的國際賽事 那與時任棒協主訓委員的林隊有許多的交集 那近兩年您擔任我們的漢將林隊 更能夠更近以及長期的觀察國會的表現相信 先請我們林隊來談談國會這一名選手 在你心中是什麼樣的選手 好的 國會在球場上面的表現呢 無論是在中華隊或者是在富邦漢將時期 我想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當然跟他在一起打球 比較長的時間是在富邦這一段時間 那我觀察到富邦呢 國會在富邦這段時間呢 他因為年齡也到達一定的年齡 但是他從不放棄 非常努力的持續的在鍛鍊他自己的這種身手 期待能夠對球隊有所貢獻 那當然很特別的一點就是說 他也因為他有非常豐富的這個球長三年的經驗 他也能夠把他的經驗呢 就像提系後進這個做法呢 我也觀察到有這種客氣 好 謝謝 那我們也想要來詢問領隊 相信這也是所有球民朋友很關心的一個問題 就是近期是否會安排我們的國會來隨隊一軍 讓我們各地全台灣球民有機會再見到國會出賽呢 我想國會絕對是有這一種潛意啦 未來他無論是在一軍或者是各個場域他都能夠展現 那我想在時機成熟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把他放在一軍 讓他奉獻他自己的這個能力 謝謝 對 那一樣是大家也相信會非常關注的一個問題 未來又是否會安排我們的國會擔任我們球隊的教練 或者是其他的行政職務 當然從我剛剛的這個說法 我想是非常有這個可能性 那我們也會積極的來安排他身份的轉換 到底是什麼樣的工作 對國會是最恰當的 他可以奉獻給 我想其實不僅僅是我們出發和將來 對整個放球圈也好 因為國會應該是有這個機會來奉獻他的轉換 當然也期待國會能夠做好準備 準備迎接未來更大的一些挑戰 謝謝連隊 接下來我們要來詢問的是總經理 想詢問陳昭露總經理 想問一下 首先是想詢問一下球隊是在什麼時候接收到國會要引退的消息 並且對於我們剛才有提到9月30號以及10月1號當天引退日有什麼樣的規劃 可以跟我們大家來分享 球團公司這邊大概是在8月19號吧 我接到國會一通電話 也是我記得當天是週末的一個球賽 那跟我討論一下他引退的想法 那當然我們做了很多的交換意見 那最後他做了這個決定 那在那之後我們就跟經理公司還有國會本人規劃他的這個引退 引退賽的相關的籌劃活動 那其實國會在富邦漢將成立以來 一直都是富邦漢將最重要的這個球員的球星 看板的球星也是一個球隊非常重視的一個領導人物 所以我覺得國會在漢將值得一個非常盛大的引退日 所以我們目前球團就是規劃在9月30 10月1號會有兩場這個引退的主題日 那第一天是在賽後去引退賽 所以國會應該就會上場出賽 那賽後會有一個這個引退儀式 那第二天的話是我們留更多的時間讓國會跟球迷互動 我們會在賽前請國會開球 那當然球迷很關心的是不是可以跟國會在近次的簽名這個祝福他 我們也在賽後會留很多的時間 像這兩天我們就接到很多球迷來詢問要買票 還有國會過去的一直以來很支持他的後援會 也都有組團要來從南部各地來上來參加這個引退日 所以這些都是在兩天我們會製作專屬的關於國會28號這個特別的紀念品 讓參賽的球迷來觀賽的球迷能夠保存 那目前是球隊的規劃 好 謝謝總監 那剛剛總監也有提到關於國會的28號我們是否會來引退呢 因為國會剛剛也提到未來應該按照球團的規劃 他會用不同的身份來協助球隊 協助年輕一代的球員 所以我們會保留這個28號的背號 讓他繼續以教練的身份繼續用 好 那有提到就是未來有機會轉任為教練 那對於國會要轉任教練模式 我們未來球團是否會有提供什麼樣的協助 關於國會轉任教練 那其實球團在今年初我們就有 也就有跟他在做一些討論 那也跟領隊也在做這方面的 跟其他國外的球團做一些初步的討論跟協助安排 那相信確認之後我們再跟大家宣布 好 謝謝 那剛剛聽完了領隊以及總經理的分享 我們相信大家都對於國會的領隊也非常期待 那在這邊也再次跟大家分享相關的資訊 我們將會在9月30號以及10月1號 這兩天為國會來舉辦完美揮擊My Hero的主題日 除了會推出國會隱退相關的紀念專屬的商品之外 在9月30號星期六賽後也會為國會來舉辦隱退儀式 而在10月1號賽前也會安排國會來為漢獎來開球 而在今天記者會的尾聲我們想要再保留一點時間 讓國會本人親自來跟大家分享再回到台灣加入中華時報這麼多年 那也透過今天的機會希望將這些時間讓國會好好的來感謝 無論是今天現場來到現場的媒體朋友 或者是在收看直播所有的村民朋友 我們希望留一點時間讓國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心中的想法 從加入中華時報2013年開始 然後一路上遇到區域多的總教練 區域多的教練 還有六位球迷的支持 很感謝你們 然後我會把這份感謝放在心裡面 然後希望未來你們能夠繼續支持副方案這樣 謝謝 謝謝國會 那我們今天記者會的題位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我們想要先有請我們三位先起身 我們移動一下桌椅 我們要讓我們所有的媒體朋友來捕捉今天的合影 那我們請我們的同仁們來協助一下 好 那我們就請國會站向中間 兩位長官一起站在國會的左右 好 那我們先看平面媒體朋友 我們先看前方正中間好嗎 好 那我們先看平面媒體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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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正中間後方 好,謝謝,那我們先請兩位長官先來回座 那我們也請國輝留步 好,我們國輝一樣幫我站向中間來看一下所有的那個朋友 我們要先看中間,讓大家來幫你補助一下 國輝幫我先看前方我們的攝影師 好的,那麼相信不只是我們說球迷非常捨不得之外 國輝一定也非常捨不得離開他最愛的棒球場 那之前國輝有跟我們球場工作人員說 這一次我們推出了全新的Q獎商品,非常可愛 今天我們也特別準備這一片禮物要來送給國輝 那另外,今天我們也邀請到一位特別來賓要來代表我們球團來送禮 我們邀請到的是國輝這一路以來最好的隊友 也是他最好的朋友 那我們一起來歡迎林哲軒 相信這個真正的擁抱 也代表哲軒最真摯的祝福 兩人從一起在8強3 2008年8強3的賽事 一路到現在一起拼戰 回到台灣加入中華西方 也在同一隊一起努力 也一起嘗過冠軍的滋味 也一起經過低潮的壓力 也曾經一起出國 自費進修 相信他們有共同許多說不完的美好回憶 很多時候他們不用特別的猶豫 就可以知道彼此在想什麼 但是現實上就是也沒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相信哲軒也非常知道國輝不得不做出這個決定 今天也特別來到現場 對這附上最好的隊友 最好的朋友 現場最棒的祝福 希望國輝喜歡這一份禮物 還有這一份驚喜 我們也有請哲軒還有國輝 一起拿著這份禮物 這份祝福 來讓我們能力的朋友來鼓舟 好 我們也一去從左邊開始了 幫我這樣視線 拍向左邊 哲軒跟國輝幫我們現場主邊 這一陸以來真的有太多說不完的回憶 一起嘗過專業苦辣 一起努力 一起在球場上開心 一起鼓勵 一起鼓持 那今天 全部的這個決定 相信哲軒也會為國輝 獻上最好的祝福 未來 國輝也會用不同的身份 來一起為 悍將 一起努力 好 還有哪裏需要再鼓桌的幫我舉個手好嗎 那大家也都知道國輝一直都是很真性情的真情流露 希望大家 特別是在 修盆直播前的朋友們 當天 9月30號 以及10月1號 一定要競賞 讓我們一起 在來欣賞國輝的完美歸極 還有哪裏需要捕桌 再幫我舉個手 好 謝謝 好 那麼謝謝哲軒今天 一起送上這一份珍惜的禮物 相信兩個也是 非常 難忘這一份兄弟情 謝謝 謝謝 謝謝哲軒 百萬訂閱大突破 台式新聞TTV News 感謝由你 重要直播隨時掌握 時事新聞不露階 一刀未減新聞看得更完整 國際重大事件 Catch時事最新脈動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